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今次全香港人都会对这件事件表示痛心 亦都表示难过 亦都希望死难者和受伤的人 这件事他们的痛苦可以尽快过去 亦都希望他们可以尽快振作起来 来重新生活 我相信去一世的朋友 当然没有人会愿意见到他们去世 但我相信去一世的朋友 都会希望见到他们仍然在新的亲友 可以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地去过生活 我心情沉重 我真的很不开心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 有38位人士离开了我们 也还有不少人受伤 正在医疗当中 我希望这些受伤的人 尽快可以康复 就至于这个过了身的人 家庭的成员 我们尽量希望能够做得到我们的支援 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度过这么艰难的时间 都新同感受是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我们是可以想象到他们那种悲伤 是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可以安慰他们的 但是他们是需要时间 还有需要自己都要向正面去想 是很不安乐 我自己是采取逃避的 就是少去接触一些新闻 或者是少去看报纸 但是其实心是知道 因为身边的人不看 不断是这样说 这件事说有多少个死难者 或者是有多少人获救 就是你不断是有消息在你耳朵那里 还有有一段时间 都不是很想去南亚岛这大地方 都是我是一个家长 我都希望带一个损失给我下一代 我们是要有爱德 还有当父母是失去了子女 或者是子女失去了父母的时候 那种哀伤是很不能言语 我只可以鼓励他们是向前望 过去那些是已经过去 那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 活在当下珍惜我们眼前的人 我都是很爱我的每一天 而她亦都支持我 是陪我一起来到这里 身边认识的人 不是我直接的朋友 或者是亲属 但是是我朋友的很好的朋友 但是她都是行传者 一家人都没事 发生了这件事 后来我的朋友都想起 他们在南亚岛不知道有没有事 后来都是透过他们的朋友 知道他们一家安全 他们之后都去医院去探他们 大家都 都是香港的市民 每个都是不开心的 希望那些死男人的家属 和受伤的人 便服心情 希望他们快点自爱上 一路勇敢地生存下去 大家香港人都会记住这件事 我每年都会认识 希望他们早上化好 希望死者可以得到安慰 没有这么多话说 希望重新振作 好似她现在签钓要卡 或者香港市民 好像日本当时灾难 给一些卡 或者接些白鸡 或者之类的东西 行文卡 行文星 希望他们重新快点正确 就是喜欢身份 好吗 好吗 好吗